紅酒 紅酒除了品嘗之外 或者是入菜 而在現在陸野高台上的業者 因為自己經營酒莊 就研發出了紅酒香腸 沒想到一推出受到消費者的喜愛 而且你有想過嗎 坐在陸野高台上優雅的吃著香腸 在這裡就可以體驗得到 那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品嘗的呢 就是這樣的一個紅酒香腸 那其實紅酒香腸 我們平常應該很少聽過 我們如果知道北南香腸 但是這紅酒香腸它非常的特別 它是用紅酒去製造的 那老闆你要不要說一下 它是什麼樣的製造過程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紅酒香腸出現呢 沒有啦 其實我們酒莊有在釀紅酒嘛 那紅酒的話我們就想說 拿來做香腸試看看 會不會有什麼不同的味道這樣 那其實後來做出來的 真的發現不一樣 它吃起來比較軟 那比較Q 那肉質也比較多 那這邊其實可以試看看一下 你沒有看錯 用西餐的刀叉來吃香腸 而且在綠油油的草地上 還能夠欣賞熱氣球 或者是飛行傘相當的特別 其實它這個香腸啊很有味道 但那種味道不會像我外面太鹹 或是太膩 它主要的味道就是來自於 那種紅酒的酒香味 然後吃下去入口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整個嘴巴很飽滿 你看到現在兩個嘴巴還是鼓的 因為它那個飽滿來自於 它的紅酒可以讓肉質軟化 然後軟化之後 它其實肉質呈現出來 會是更juicy的感覺 這紅酒香腸用酒莊自產的紅酒入味 不僅在剛吃上第一口的時候 可以品嘗到酒香 也讓整個香腸的肉汁更鮮甜 外表脆脆的香腸 咬上一口相當的有嚼勁 不會太甜又不會太膩 帥氣的老闆也有交代 一定要配上一口蒜頭 這才叫做美味的人生 跟一般香腸當然不一樣 因為是我做的 下次你不妨可以到陸野高台 享受一下 這吃了絕對不會酒醉的 紅酒香腸 東大宣傳部張軍庭 鄭惠如的採訪報導